你看满血的白铃手铁 我鱼姬一脚一个 什么是绝望啊 这一脚过去秒伤6000 一点反应的时间都不给 就把对面给秒了 人家到死都只能看到鱼姬踢了他一脚 然后他6000多血就没了 后离一谢 彦祖们啊 登脚刘鱼姬一脚一个毁天灭地 不管得到谁 不管残血满血 反正就是一脚 一脚过去他不死也残 这种见面交一脚的脏套路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讲道理 且没有人情味 谁教这个谁上良心 所以彦祖你说 像朱老师这种老实人 他敢教吗 敢 咱们教学开始 第一步 我们先说一下原理 非常的简单 就是利用鱼姬二技能 稳定触发的被动 去跌中式的额外加成 再跌破空的额外加成 最后浮以2.5倍暴击 那么这一发 就是4.1倍的普攻伤害了 而4.1倍的普攻伤害 打6000血 这很合理吧 第二步 请备战好这一套装备和名文 专业教学仅供参考 第三步 把诸葛亮给他绊掉 别问 问就是写的教训 准备完毕 进入游戏以后 你会发现 灯角流鱼姬的核心优势有三点 第一 就是装备成心快 暗影战斧的固定穿透 加上破空的百分比穿透 已经足够到坦克了 因此不用破晓 成心快的多 第二点 就是爆发伤害高 鱼姬的胜率 现在之所以这么差 不是因为鱼姬没伤害 而是因为鱼姬的伤害 都是无效的 输出的效率低 要缺乏流人手段 那就只能打跑 不能击伤 但是灯角流 没这个痛点 远距离一技能消耗 今生以后一脚一个 一点道理都不讲 对面想跑 哈哈不可能 第三点 就是够肉 这套装备出完 你的生命值8000 法术防御50% 加上二技能物理免疫 和大招的自动霸体 你说 有哪个刺客想不开感谢你 当然了 说完优点 咱们得说缺点 相较于攻速暴击流来说 咱们的攻速并不高 平A的伤害有 但是攻速不够 就很可能在技能增攻机遭遇反打 其次 缺乏续航 仅靠明文的那点吸血 在后期战略是不够的 也就是说完全不持久 说到持久 你鱼姬做个气血 最多续航10秒钟 因为鱼姬的伤害效率低 即使咱们做了气血 做了漠视 然后攻速暴击疯狂的GA 实战里 也很难去把血弹给吸上来 这属于英雄的痛点 跟装备没关系 那么说完续航以后 有的彦祖又要说了 哎呀 朱老师啊 攻速较低确实不够丝滑 但如果你指的是打伤害 那你看一套技能一脚灯 对面没了 这多丝滑呀 那么这里 开心上高地环节了 灯角流一击的精髓 就是三技能登进去 然后再破空一点 拉开胜位 这一进一出 把对面虎得一愣一愣的 也是通过了一波关键性的小操作 成功拿下了这一波三联绝世 这套玩法的优点是大大的有 尤其是面对一些 敌方偏脆皮的阵容时 你像是敌方打野里玩 编路圆格之类的 那里玩起来真就是一脚一个 简直不要太爽 但如果敌方阵容很肉 比方说上路向雨 辅助连波 打野长鹅 那么讲良心话 鱼鸡啥玩法都不重要 最好是不要选 选个马可 选个鲁班 报道坦克他不想吗